大家好,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三 就是1月的最後交易日 不過也是2月的期止第一個交易日 今天的市場又跌了 星的板牌只有三個 這三個板牌,一個綜合企業 之前就跌31的 另外是9號和5號 石油專業起這些都是好的 一直都是在相對的高位 保險業有時是時高時低時高時低 建築業近兩天都會站在相對的高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會有些事情搞掛 綜合企業很細小 太古A比較大跌,可以升到1.2% 中信股品低1.2% 其他都沒有什麼 再其次就是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真的很化學 你看看這裏這麼多 東岳集團呢 應該可能再有些是炒作的了 他每個都會炒幾下 那麼業事化工也都會可能 會是開招也好 如果要化學製品 這裏已經不單止是 應該不單止是什麼 不單止是這個 之前是9號排第9號 現在是排第2號 那即是說 他現在這幾天都已經是 在這個相對高位那裏 那即是說 如果是化學這些東西用得多的話 工業應該是好一點的 那這個 這個 留意一下 我們看看 石油的天然氣 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 因為有幾個大牛龜大喜 那即是類似這些東西 而一般的天然氣方面 其實特別是天然氣方面 這些都是氣 都是比較上面 是屬於相對有實力支持的股份 保險呢 就是因為 一直要降準 放水等等 因此這裏都是升得到 那都是升得比較好的 那然後再跟著看看建築 建築呢 我們即是不要看得它太差 因為如果當建築都開始好的話呢 那雖然呢 這是很恩主的股 那即是如果當建築好好的話呢 應該要考慮到 是國內的有些的基建工程 應該是開了檔的了 那我們看看建築這件事 它是之前在幾多 建築呢 昨天是第四位的 今天是雖然第五位 真這個相對地是高位 這個是相對地的高位 這個是相對地的高位 那即是說 那包括化學製品 是OK的 即是製造業可能是OK的 這個天然錦石油器是OK的 那這個因爲是能源方面的問題 跟著建築業方面 可以是OK的 那這個可能就會是有些 是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基建 是有所連上的關係 那這個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大市如何呢 大樹呢 大樹呢 就是在這個期貨方面來說 今天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三十一號 恆生指數期貨 哦 這是一分鐘的 好了 那日線圖方面呢 還是下回 那益是說呢 它可能會再試這個低位 那這個低位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 一五零 一五零 萬五 那如果它能夠 任何期間 它都可以去旗班 特別 是要留意 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站在哪個位置呢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裏這個位置 那這裏這個位置 如果能夠收起一五三的話 就不錯了 那這個要看看 這兩天再看看 好了 看完這裏之後呢 我們當然要看看 這個位置 很多板塊都跌了 是不是 大牛龜都跌了 好